第十四卷 第三章 冥界之门 此时 圆月西沉 沉兴凌落 将近黎明时分 吃油掏出那相思西角 想与拓跋也联系 但不知是相隔太远 还是被这绵绵高处的鬼山寻风阻挡 始终杳无回忆 西角中传出的只有呼啸如鬼哭的风声 当下唯有作罢 过了片刻 天色越发昏暗 四处黑幽幽 灰蒙蒙 阴寒极了 狂风从大河山口刮过 乌乌作响 临桃阵阵 通天河在树帐外滚滚奔流 苍凉而悲壮 犹如白地的熏声 这荒凉而寂静的视线 仿佛只剩下吃油俩人 二人白日极形千里 夜间连战妖魔 几经风波怪事 又听断狂人说了半赏四年往事 此刻都不免疲倦困顿 相依而作 燕子苏靠在吃油的肩上 忍不住翻涌而上的重重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吃油打了一会儿盹 突然听见一阵凄厉的风声 心中一脸 默得惊醒 还手四顾 黑影壮壮 水浪奔涌 似乎有无数鬼怪 隐浮四周 但凝神查探 却又空荡无他物 寒风吹来 困意陡笑 想起连日发生之事 想起父亲至今生死未卜 更是睡意全无 喜怒忧愁 焦香掺杂 几次三番 只想要起身 昂首狂呼 意图意欲 愤慨之起 心潮汹涌 跌宕沉浮 掏声滚滚 耳边听见燕子苏 云衬 而低微的呼吸声 转头望去 在朦胧昏暗的光线下 他的脸容依旧如此俏丽 而光彩夺目 他紧紧地抱着自己的臂靶 仿佛生怕他会逃离一半 右脸枕靠在他的左肩 黑发劈泻飞扬 雪白的翘脸如冰玉晶莹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他已经许多次瞧见他沉睡的滋容 每一次都让他济然心动 在睡梦中 他似乎不再是千面多变 狡邪残忍的妖狐 而变成了一个俏丽无邪 纯净可爱的女子 就像是月光下的西荒雪山 万里沙漠 没有白日里的危险 没有变幻难测的脾性 而是如此的静谧 纯净 美丽 他长长的睫毛上 凝着一颗水露 仿佛没有擦拭去的泪珠 吃油心中 突得泛起温柔 联系之利息 轻轻地伸手 将那水露擦去 烟子酥微微一颤 在睡梦中发出一声滴滴的叹息 像是温柔的悲苦 又像是甜蜜的欢喜 吃油爱恨交杂 忍不住斩臂紧紧搂住他的牵腰 心想 这些日子以来 他为了自己 不知受了多少苦处和委屈 昨夜在寿麻国流沙河畔 当他紧抱自己痛哭失声的时候 那汹涌的泪水不仅崩溃了他自己 也冲垮了吃油几日来 苦苦驻击的壁垒 此时天地巨黑 万赖无声 但在这没有繁杂干扰的黑暗 与寂静中 却最能为清晰地看穿自己的内心 最能清晰地聆听到自己心底的声音 吃油愤怒狂乱的心情 渐渐地平定下来 想着自己与燕子苏的爱恨纠葛 一时悲喜交加 苦乐酸甜 四周昏暗苍茫 寒风彻骨 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呢 他突然觉得自己与他 就像是夜色中的通天河 从僵硬寒冷的雪山顶上 逐渐融化交汇 彼此纠缠着 撞击着 在迷茫的黑暗中 流向不知终点的未来 前途险恶 言之会不会在烈日沙漠中 被炙烤蒸腾的 无影无踪呢 突然又想到了八郡主 想到火山腹中 交香错间时 他那欺伤的笑容 淡淡的泪珠 想到当日与他同路时的 种种情状 许多当时令他 豁然不解的细节 此刻历历在目 像鲜花一般层层绽放 剥离出烈烟时 炽热而温柔的内心 他的心里 莫名的震动几雷 迷惘 伤感 而又带着 难以言喻的苦涩 可惜啊 当时的他 宛如攀附于 胶岩之上 紧紧避拢的海帮 春风和海水 都不能使他开启 是此刻 这枕靠于自己 肩头的妖女 鬼使神差的 敲开了自己的印壳 又想起了千千 那俏皮 可爱的笑容 令他心中 陡声温暖 但是 不知何以 那窒息 心跳的感觉 却远不如 从前强烈了 莫得一领 不知 柯大侠眼下 究竟如何了 若是被那妖魔所害 千千 妹子 岂不要伤心死吗 她奶奶的紫菜鱼皮 牙根痒痒 怒火 又窜降上来 正胡思乱想 忽然听见远处山中 传来一声尖锐破云的号角 凄厉诡异 森寒入国 像是厉鬼嚎哭 蚩尤心中大脸 周身寒毛 莫得竖起 电光石火间 闪过一个念头 是那妖魔 燕子苏陡然一阵 疏得行转 低声道 怎么了 却被持有猛的江口捂住 当事实 阴风大作 腥臭扑鼻 那号角声急促高昂 越发鬼力争鸣 俩人对望一眼 心中又惊又怒又喜 猛的站起身来 正义寻声追去 呼听噼啪接连闷响 四周草地纷纷崩裂开来 与此同时 身后大河浪滔汹涌 水花冲天 无数白森森的骨骸僵尸 又从地底河中爬了出来 河中僵尸 湿淋淋地站立着 手掌上大多 拖了一具尸体 眼白翻动 张口呵呵低喉 那些地底爬出的僵尸 或拖叶白骨 或拖拽受尸 也一起发出低沉 而可怖的哀嚎 高一步 低一步地朝着 好声传来的方向 机械走去 俩人周围的僵尸骨骸 突然顿住身形 缓缓地朝他们转过身来 眼白上翻 突然张口呵呵怪吼 张牙舞爪地猛扑过来 赤油大怒 正要起脚 将他们踹得稀烂 燕子苏急忙拉住他 传音道 呆子 别发出声响 以免惊动了那妖魔 走吧 颤着赤油手臂 漠然冲天飞起 遇风超略 朝山中翩翩飞去 山影撞撞 扑面而来 此时正值黎明前 最为黑暗的时刻 四下混沌迷蒙 伸手不见五指 但赤油青光眼 光芒绽放 却瞧得清除分明 牵着燕子苏的手 并肩飞掠 在显翘尖利的山崖尖石之间 穿梭飞行 似电神速 转眼之间 俩人沿着陡峭山市 冲上了鬼山 某峰峰顶 冰雪闪耀 狂风呼嚎 俩人足不点地 城市御风冲略 在白雪挨挨的山脊 高低起伏 上飞下跃 急速传行 号角声越来越近 那凄厉诡异 如冰冷毒蛇 钻入耳中 心中又痒又冷 难受已急 寒风鼓舞 漫山都是僵尸鬼孩的哀嚎低吼 此起彼落 绵绵呼应 像阴冷的海浪 一阵阵的汹涌排挤 吃油低头望去 只见鬼山山脉东西两侧 慢慢临海于草原上 无数黑影 密集攒动 犹如海潮大浪 滚滚而前 宁神望去 尽是僵尸骨骸 少说也有数万之众 饶他胆大包天 见到这等壮观 而欺诡的景象 心中也不由寒意森森 那妖魔收罗这么多的僵尸骨鬼 想要干什么呢 这几万僵尸整齐划一的 又是要赶往何处呢 一连串的一万 藏出不穷的涌了上来 心中好奇更胜 鬼山山势 错额齐绝 南北绵延将近百里 期间曲折蜿蜒 骨骼错落 山脊之间 偶有断崖绝壁 相隔甚远 狂风迎面刮来 乌乌乱响 口喉寒冷肝疼 周身冻得麻痹僵硬 俩人心手相连 彼此扶持 吃油将雄魂真气 不断地输入 烟子酥体内 为他驱寒补气 而烟子酥 则以高超卓绝的御风术 引领着吃油 在万刃峭壁山脊 似苍蝇滑翔飞行 狂风怒舞 前方是万丈悬崖 悬崖之下 仍是一个巨大的山鹤 由鬼山群峰 弯曲环绕 合围而成 山崖刀靴腐浊 无所攀缘 森森寒气 交缠着那凄厉号角 从黑漆漆的山鹤谷底 直扑上来 俩人默一息气 真气鼓舞 陡然直冲而下 脚尖飞踏 在光滑翘直的崖壁上 几点超略 雷厉风行 垂直重落 腥臭狂风 迎面抽打 呼吸不得 几连眼睛 也无法睁开 头发 衣裳朝上 烈烈鼓舞 似乎要将两个人 朝上方拉去 刀石横垫 金牙破空 俩人 穿花五蝶 从错落林立的 坚实缝隙之间 折转穿梭 瞬息万丈 直落谷底 将至鹤底的时候 俩人默得横空飞略 御风斜斜点月俯冲 将下冲带来的巨大力量 一一泄去 循着号角声 环绕山壁 无声无息的奔行 水声轰隆 前方似乎有巨大的瀑布 飞泻冲落 而那号角声 就在瀑布之侧 汁油拉着烟紫苏的手 凝神秉息 小心翼翼的 从崖壁之后 探头凝望 冷气扑面 牛毛细针似的 雨丝水珠 蓬蓬卷舞 右前方 摆于杖处 一道滚滚雪铺 如白龙藤武 山壳之中 水雾迷蒙 四周峭壁环麗 阴森如鬼怪参差 万千僵尸的低吼声 在壳中激荡 窘旋 更显得欺鬼可不 飞铺倒旋在山壳东侧 其正前方 有一突兀峭崖 如狼牙横空 那崖顶上 站了两个黑衣人 一个戴着寒荒野牛的牛头 一个戴着北海独角马的脑袋 眼神闭光闪烁 凶名嫖悍 牛头人昂首吹奏一支巨大的银白号角 那七力如鬼哭的号角声 便是由他发出 而那马面人右手中握了一面巨大的血色番旗 在狂风中 在狂风中烈烈卷舞 骑上赫然秀着 忧天鬼地四个大字 果然是那妖魔 那牛头马面心跳正常 血液 真气等 竟与活人 丝毫无异 这不由另二人 更为豁然不解 吃油嘴角 露出一丝冷笑 杀气凛冽 传音道 管他是不是牛头马面 正好砍了他们的脑袋 做王七叔和海九叔的祭品 燕子苏听他恶狠狠地说得有趣 忍不住 奄然而笑 心中那一丝巨异 灯石荡然无存 山鹤中鬼哭震天 无数的僵尸骸骨 从东西两侧的山口涌了进来 排成整整齐齐的方阵列队 潮水似的层叠推进 根据马面人 血翻旗的调度指挥 有条不稳的折转绕行 数万尸鬼拖曳着尸体 浩浩荡荡地嚎哭着 穿绕山鹤 朝着那汹汹飞铺之前 白气蒸腾的巨大寒潭走去 扑东连声 纷纷冲入水中 燕子苏瞧着那些 苍白浮肿的僵尸 白骨森森的骇鬼机械 脉动步伐 一排排地消失在寒潭中 柳梅逐渐促起 仰头瞭望西边漆黑的天际 突然闪过恍然惊觉的神色 豁然传音道 呆子 我知道了 今天是七月十五 正是鬼门关大开之日 这些尸鬼 从鬼界阴间出来 拖着心死之人 要在黎明前赶回鬼界 赤油文言动容 他小时 便曾听说七月鬼门关大开 万千冤死的鬼魂游离人界 寻找替死鬼 尤其是七月初一 于七月十五 阴气最为鼎盛 当夜 家家户户通常 避户不出 已避历鬼 想不到今夜自己 竟亲眼目睹 数万诗鬼 同回鬼门关的 诡异盛况 难道 那幽天鬼地 当真是鬼界明王 父亲与柯汉怀等人 竟果真在阴间鬼界吗 那么 他们眼下究竟是死了 还是活着呢 自己进入鬼界之后 又能不能再返回人界呢 万一不能从鬼界中 平安返回呢 赤油心底森寒 背上突然浸出 秘密冷汗 燕子苏心中乱跳 定了定神 传音道 鬼山通往鬼界的明门 一定便是在这 瀑布寒潭之下 呆子 咱们 随他们一起 呼得气血凝足 周身僵硬 剩下的半句话 再也说不出来 刹那之间 他的经脉 已经被赤油尽数封闭 燕子苏又惊又呆 姓慕袁正 疑惑不解的瞪着赤油 赤油也不看他 远臂书章 莫得将他拦腰抱起 闪电似的冲入斜侧方 一个狭长的石系中 燕子苏惊疑不定 不知他此举究竟 意欲何为 被他这般紧紧 孤抱在怀中 周身有如电流穿梭 呼吸急促 突然想到 难道 难道这呆子 竟然想要在这里温存吗 一念及此 脸颊疏得滚烫如火烧 心中砰砰狂跳 险些喘不过气来 赤油将他轻轻地放置 在洞系内 平整的岩石上 见他娇艳飞侠 眼波似水 又羞又喜又怒地 凝视着自己 俏力不可方物 心中极大 喉咙如被什么堵住一般 突然热血上涌 疏得扶下身来 重重地吻在他的唇上 燕子苏英宁一声 闭起眼睛 周身滚烫 细喘吟吟 随着他狂野滋似 又略带笨拙的亲吻 温柔而颤抖地反映着 身体深处 仿佛有什么东西 突然爆炸开来一般 懒洋洋 暖熏熏 浪潮似的席卷全身 脑中迷茫混 混沌 害羞 欢喜 惊奇 甜蜜 层层叠叠 汹涌澎湃地 扫过新天 仿佛 迷醉于一个桃红色的美梦中 但是 内心深处 隐隐 隐隐又觉得有些不安 一吃油忠孝刚烈的性子 又怎会在这等紧要关头突然如此呢 吃油贪婪地 瞬息着他甜美柔软的丁香 看着他紧闭的睫毛 微微地颤抖 像花儿似的 在他身下 速速绽放 心中 激涌起 强烈 交叉的悲喜 恨不能将他揉碎了 融化了 吸入自己的体内 这一刻 他突然明白 自己竟是这么的喜欢 这狡邪多变 温柔毒辣的妖女 那炽热的激情 竟像赤岩山腹的烈火 蕴藏 沉睡了许久之后 突然狂肆地喷波 将他烧着的如此疼痛 热泪输得涌了上来 险些便要夺况而出 嘴唇浇着 火热的手掌 磨缩着他 滚圆骨感的尖头 似乎半刻也不能分开 洞外 那凄厉的号角声 急促地撕裂夜空 闪电般地披入 吃油的心中 吃油磨得一鳞 硬下心肠 咬牙推开 燕子苏沉声道 我要走了 燕子苏迷醉中 陡然一惊 电光石火地 闪过一个念头 他要抛下自己 孤身去闯荡 鬼界民间 心中害怕急怒 如坠深渊 输得睁开信眼 果听吃油 沉声道 鬼界凶险 我不能让你 平白无故地 去冒此大闲 明天日出之前 我若还不能 从鬼界中出来 多半凶多吉少 你就不必再等我了 李吉带着段叔叔 去方山和拓跋会合 他一定会帮你 拿回本真担的 将那相思蹊脚 放在燕子苏的怀中 燕子苏的心 渐渐地沉了下去 周身森冷 黄疾地凝视着吃油 想要拼命摇头 大声反对 却发不出声 动弹不得 泪水瞬间 迷蒙了双眼 心中剧痛 不住地无声呐喊 呆子 你若回不来 我即便活着 即便拿到了本真担 又有什么意思呢 池游见他脸色 疏然雪白 泪水滚滚 心中也剧痛不已 心潮激荡 猛地扶下身去 在他那沾着泪珠 湿漉漉地颤抖花唇上 轻轻一吻 低声道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尽声金事 再不与你分离 疏然起身 狂风似地朝外冲去 燕子苏脑中轰然 那句话惊雷似地 在他心中吉他 洞外 狂风呼啸 巨浪似的层叠拍机 与那欺鬼号角 尸鬼豪哭 交缠回应 穿彻狭窄的东西 在他耳畔 凄厉的嚎叫 但是他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只是僵直地躺在 黑暗的山洞中 痴痴地想着 他醉漠的那句话 泪水汹涌 心剧烈地抽痛 那酸涩而甜蜜的恐惧 让他分不清 究竟是悲苦 还是欢喜 明天日出之前 他此生的幸福 将由此决定 而他唯一能做的 便是在这黑暗中 苦苦等待 这十二个时辰 将是他此生中 最为漫长的 十二个时辰 黑漆漆的山河中 阴风呼嚎 妖雾弥漫 号角凄烈急迫 似乎在催促 重鬼兵 加快速度 吃油浮在 陡峭的山崖上 凝神脸膝 以凝冰爵 将自己体温 急速下降 直如冰寒僵尸 同时 以五行谱中 水足的龟西大法 将自己的心跳 与呼吸 调整到极为微弱 而缓慢的静地 念力探扫 再三检查 确定 魂无破绽后 方才从崖上 偏然飘下 闪到重鬼兵 方阵的末尾 瞧坐僵尸 上翻眼白 大辣辣的 随着万千尸骸 朝那滚滚 飞扑走去 以他性子 原本想要大开杀戒 倒他个天翻地覆 闯入鬼界之中 将父亲救出 但事关父亲生死 那忧天鬼地 又是极为凶狂的魔头 自己若是打草惊蛇 只怕非但不能救出父亲 自己还要被困在鬼界之中 永不能重归人界 是以强脸内心激愤 于凶凶杀意 混入僵尸方阵 以其出其不意 吃油心跳呼吸 极为微弱 体温又寒冷如冰 于周围尸鬼无异 众僵尸浑然不觉 只是仰头哀嚎 在牛头马面 号角声 与血翻骑的指挥下 潮水似的涌向瀑布 牛头人昂首吹脚 闭眼缓缓四扫 突然在吃油的脸上顿着 胸襟微眯 寒光大盛 阴森森的怪笑他 哪里来的臭小子 竟敢装师弄鬼 既然你这么喜欢做鬼 老子成全你好了 鹰的一声锐响 一道黑光在空中 划过淡淡的弧线 气浪如刀 破空怒舞 朝着吃油 当头披下 竟是一条 数十丈长的悬兵铁链 只是 那每一环铁链的边缘 都锐利如刀 寒光闪闪 尚在半空 那锋锐森棱棱之气 以猎夫葛灭 与此同时 马面人翻旗飞舞 大喝一声 撞 纵僵师纷纷转身 如浪潮翻涌 万千眼白 瞪着吃油 喉咙低沉嚎吼 坐视欲扑 吃油不想这么快 就败露了刑警 当下索性昂身 哈哈狂笑 利贺套 也不知是谁在装神弄鬼 管你他奶奶的 是不是妖鬼 爷爷今日 让你连鬼都做不成 冲天飞起 猛的将那铁链 抄在手中 扑的一声闷响 鲜血从他拳头指缝间 飞进射出 吃油剧痛钻心 整个手掌仿佛 要批断开来 但他即是嫖悍要强 真气崩爆 那铁链灯石被他紧紧攥住 笔直紧绷 再也不能抽动分毫 吃油大鹤桃 滚下来吧 右臂一阵 清光如螺旋飞舞 爆炸开炫目的气芒 悬兵铁链 叮当脆响 陡然朝后抽紧 牛头人 脆不及防 灯石被拉得 前轻抛摔 险些掉下尖牙 狼狈不堪 但那牛头人 真气也极是强配 怪笑一声 默得顿住身形 闭目中闪过极为惊骇羞怒的神色 森然怒笑道 连老子的勾魂锁也敢借 果然是成兴找死 周身光芒崩放 当朗朗 吹响大作 勾魂锁突然崩炸开来 当空闪电巨河 扑扑连升 刹那间将吃油周身紧紧缠附 号角凄厉 翻其卷舞 万千僵尸骨骸 如乱潮汹涌 怪吼着 包拢围冲 吃油怒吼声中冲天而起 苗刀咻的一声 从他背上闪电冲出 刀锋划出 几环玄冰铁链 灯石崩裂 吃油默得抽出右手 顺势抓住刀柄 苍然怒灰 当 十几个铁环裂断崩散 悠扬飞舞 吃油足尖飞点 御风破空 从漫漫尸兵重围中冲出 左手钢前似的将铁链缠住 身形陀螺急转 立时从钩魂锁的锦腹中逃出 黑暗中 阴风呼嚎 无数尸骨被众尸兵 轮飞冲天 乌乌破空 朝吃油暴雨似的撞去 那些尸骨上便是蛊虫 只削粘上一点 后果便不堪设想 吃油视若无睹 怒吼声中护体真气 蓬然爆放 狂猛霸裂的锐利刀锋 呼啸卷舞 将四面八方的骷髅尸骸 击斩粉碎 狂飙突进 刹那之间 吃油便一冲到那尖崖上方 杀气凛冽 双眼血红 吏声鹤桃 接你勾魂锁又怎样 爷爷勾的就是你的魂 闭目真气 蓬然鼓舞 左臂肌肉 没得鼓胀倍增 朝后上方抽摔 清光如电 俱力惊人 那牛头人惊呼一声 随着那铁链一道 破空冲去 吃油急电下冲 左右飞舞 勾魂锁呼的一声 恰好缠在牛头人的补颈上 俩人一上一下 闪电交错 勾魂锁 陡然绷进 啊 牛头人发出一声 撕裂人心的惊惧惨叫 断头抛飞 鲜血冲天喷涌 勾魂锁从他断井处 卷舞横空 血珠洋洋飞洒 吃油哈哈狂笑 刀疤扭曲 争鸣胸部 描刀横扫 清光闪耀 尖牙上的巨石 轰然炸裂 四射飞剑 他左臂轻轻一震 勾魂锁 灵蛇似的缠住 那血淋淋的牛头 摔落在金牙上 咕噜噜的四下打拐 马面人大害 横卧翻旗 默的退了十几步 闭眼四转 恐惧的凝视着吃油 惊疑不低 金牙之下 万千僵尸嚎叫怪吼 抬着头望着牙上的吃油 缓缓地围拢过来 只等翻旗一挥 便要爬奖上来 吃油昂首辟腻 斜斜举起描刀 竟刀尖对着马面人 嘴角冷笑 森然逃 带有我净鬼界 我便饶你一条狗命 马面人闭眼中闪过古怪的神色 节节笑道 既然你要找死 我又何必拦着你 有胆便随我来吧 翻旗一卷踏空飞绿 陡然半空折转 朝飞铺寒潭冲去 吃油早有防备 左臂挥舞 勾魂所输的将马面人拦腰缠住 欲气穿空 雷厉风行 掠过重僵尸头顶 闪电似的破入幽森水潭 寒气扑面 水波摇荡 吃油心中突然闪过一丝巨异 穿过这幽坛便是明间诡计 他究竟还能不能救出父亲 重新回来呢 脑海中又默地闪过 燕子苏俏丝丽的笑咽 心中剧痛 扑通 水花四溅 森冷彻骨 刹那间周身似乎突然凝结 眼前一黑 冰水从口鼻双耳轰然灌入 五脏六腑都随之抽搐起来 身下虚空 瞬间沉入不见底的寒冷深渊中 吃油水性极佳 稍稍慌张 立即平定下来 宁神俱异 施展拓跋也传授的鱼西法 周身万千毛孔 齐齐舒张 默地打了个寒箭 清新空气 思思默默地渗了进来 涌入肺中 说不出的舒爽痛快 当下抖擞精神 青光眼四下探扫 灰蒙蒙的寒冤中 悬浮着无数苍白浮肿的僵尸 于他一道急速下沉 手中勾魂锁崩得甚紧 那马面人扛着大旗 在下方飞速螺旋打转 血丝从他腰间的勾魂锁铁链 河散开来 突然窝流急旋 仿佛一张巨口 猛然将他吞噬 眼前一花 周身乱转 被一股强猛犀利 朝下拖去 天旋地转 莫得身下一空 似乎从一个瀑布上 飞泻而下 耳边音风呼啸 水浪冲涌 无数僵尸哀嚎着 从他身边坠落 吃油俯瞰下方 黑雾茫茫一片 无边无际 似乎隐藏着 无数凶灵胁迫 耳边隐隐响彻 可不得吼声 轰然证明 仿佛远在天边 又仿佛就在耳前 他无所依望 急速下肚 仿佛沉沦于 一个永不能惊醒的梦魇中 饶他胆大包天 这一刻心中 也不免生起恐惧 阴寒之意 黑暗中 听见那麻面人 哈哈狂笑高歌 玄铁是心童作胆 天地堂堂 好儿郎 磨我牙 利我刀 斩尽妖魔 十万兵 昆仑山下 断头瓢血尹 这歌是他年少的时候 一个金族游侠 教他的战歌 也是千年之前 金族与西荒蛮族 万千凶兽苦战时的战歌 苍凉激昂 慷慨高阅 极是对他脾胃 事隔多年 身处鬼界异域 心有戚戚 忍不住大声高歌起来 唱到激昂处 热血沸腾 了无巨疑 纵声大喝道 鬼蛋忧天鬼地 听好了 快将我爹 将柯大侠 将所有渗楼城 英雄好汉交出来 否则 吃油爷爷 就将这里杀个底朝天 他真气雄浑 声音高亢 如雷霆似的炸响 在黑茫茫的虚空中 嗡嗡回答 身形急坠 四下苍茫 连喊树声 了无人应